诸位大德同修,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学习老上1994年《五量寿经》讲记 之前有六品经文我们一起学习的 上一次有请几位同修分享 前面这六品经的学习心得体悟 因为我们学《五量寿经》 很重要的要练清净平等觉 清净心平等经,觉星 所以要平等 假如有一个地区没有分享 这就不平等 我们请魏琪居士来分享一下 魏琪老师来分享 是台湾的代表 台湾代表 尊敬的这声音可以吗 可以 尊敬的陈德法师 尊敬的孔修大德 大家好,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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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学学佛时间不是太长 但是学佛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报 原理成德法师 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经经的语经 真的感受到是福报中的大福报 无量寿经上的八菩提心以上专念 这句话听进去了 我决定这一生一定要往生 那要活的走 所以真正要觉悟 那要解决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观念你先放在默学的心中 就是要真正这样做 去做就对了 就像那个Nike的那个 那个Just Eat 你去做就对了 因为这么多的大德已经告诉我们 取这个法门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为了降服默学自己 知道业障深重 每天可能很多的妄想分别之多 所以我就有给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在我的工作中跟生活中 我放了面膚鸡 那当然也是面膚鸡只是一个助缘 可以在我每天生活中有贪爱或者失 或是很多不是生死大事的事还在意的时候可以帮助我行清静 那当然还是要靠自己念佛 那我生活中我就我的家里还有我的房间 我的客厅还有那家里有兔子 所以兔子的房间也放了一台 那你在院子 默学家中有院子 我住的比较单上 所以院子也放了一个莲花做的太阳门版的面膚鸡 到处都有帮 那工作中我就因为默学的工作是在幼儿园当老师 所以就我在学校的餐厅 因为那边旁边有一个饮水机 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去装个三四次 所以我在那里也放了一个面膚鸡 然后跟老师们讨论这个声音 就像在唱新音乐可以吗 大家觉得非常好听 所以就放在那里 那经过都有这个圣经 那这个是我跟着纯德法师学佛之后做的第一个改变的事情 那真的是众生有感佛菩萨更有益 我们在去年12月学校的一个圣诞节活动 我们是以带领孩子祈福 世界上不要有战争 也带领家长一起祈福 做了一个小时的活动 那在今年的1月12号 我们就带领幼儿园全体的师生 去离幼儿园比较近的车程 大概20分钟的农产室 那这个姻缘就真的太感恩了 因为要去之前四方的长皮法师 还有里面的志工师姐们都非常的欢喜 那当然可能因为他们我觉得是随顺众生 所以他没有拒绝也就让我们过去 那我有列印了分享的一个 去之前因为要让家长同意这件事 因为是带到了佛寺 所以有让家长们写同意书 然后很感恩的有42位家长全部同意签回 那四方有跟我说 如果这个活动他觉得很难得 所以会放到他们的杂志上还有FP 那当然我一定也是随喜功德全部都同意 那那天他的FP上就有写 这一天上午是1月12号 42位十大幼儿园小菩萨 在园长跟老师的代理下 朋友继续的来到农场去参访 一下车见到法师 可爱的孩子们 齐声高喊阿弥陀佛 现场所有的人都被逗乐了 心灵导师说了一个月的故事 引导小菩萨们 专心体验吃葡萄干 一同入慈悲门 见观世音菩萨 带到禅修公园 学河上泼水锅 最后在佛前 由法师引导一起为身边的人 全世界的人祈福 明觉时法师不忘提醒 记得过年要带爸爸妈妈来 小菩萨们说 我明天就想来 我天天都想来 暖阳映照下孩子们 天天无邪的纯净的神情 让水月道场更加明亮 那这个我有大概列印几个 当天的那个图 这个是当天 这个是两到三岁 那因为我们是五到六岁先过来 那两到三岁的孩子就先 就是最慢一批 那五到六岁的先到 然后等待 然后他们先把等一下要祈福的事情 先划下来 所以也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那他们身上背的这个是插手筋 这是插手用的 也不要浪费预精 那是由唐提法师亲自带领 那再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他们有帮我们讲了 应该是取经 唐三藏取经的故事 那这个孩子们也很踊跃听得很欢喜 那再来有体验那个葡萄干禅 葡萄干禅就是农禅室有种葡萄干 好像种葡萄 然后他们自己亲自做的 然后给孩子分享 然后让孩子慢慢的品尝 然后让他们分享吃后的感受 对于食吃的这个教育的感受 那再来有进那个水月道场 这个是 这个是入慈悲门 他带我们一起入了那个 观世音普大的慈悲门 那路之前也说明了一些规则 孩子们都很规矩听话造作 真的很棒 对那这个是孩子天真无邪的表情 对很可爱 二到三岁的 好那他们都拍很多二到三岁 那这跟法师 法师们问他一些问题 你来这里开心吗 为什么说阿弥陀佛 那因为在去之前 我们就有跟孩子们说 我们要到阿弥陀佛的地方 你见到人 你只要这四个字 从头说到尾 他们就一直说阿弥陀佛 这个他们都做得很棒 那最后我们要去学和尚脱波 所以他在这个 这边有八个不动佛 所以他就让我们知道 等一下如何进行学和尚脱波 那这个有说明一下 那孩子就真的做了 那这个是五到六岁的孩子 所以他的那个水大概是七分满 那二到三岁的大概放三分之一满 那每个都做得很好 有些还做了两趟 慢慢做 那我个人 我因为是老师 所以老师大概是放九分满 那我感受到 当你心不定的时候 那个水就泼动 那个水会溢出来 所以自己赶快又停止 慢慢走 让孩子去体验 那最后在那个 长体法师的代理下 他给我们 他们的那个祈福的 应该是春联 我们没有打开 他发给每个人一个 然后一起跟着法师 他念一句 我们念一句 就是为这一次的主题 世界上不要有战争 做祈福 那最后在佛前 大家来一个 最后的全体照 我觉得非常的 很开心 那孩子们最后 回到学校 对这件事 也大家一起 做一个讨论 那很难得 我觉得这就是 我之前没有做过的活动 那户外教学 能够带你 做这样的活动 我就觉得是佛福 重生有感 佛福大有益 才可以成行 真的 这是我今年做 刚1月12号 做的一个活动 很感谢陈德法师 跟您学习 学佛 就改变了 学校的经营 对于这些小菩萨们 又更进一步 能够一力而真 荣为道种 那当然 隔一天 1月13号 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台湾有三大党 那有就第一党 有百多万 然后有四百多万 三百万 当然有九百多万 是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知道说耳边不可能 没有声音 可是要心里面无真 要心里亲近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大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曾经印象中 静宫上人有说 台湾是个宝岛 我代表台湾 静宫上人说的宝岛 不是指台湾的四季如春 也不是指 物产风饶 他说台湾有五百多个人 是面佛往生的 那我想这件事 就让身在台湾的我 信心大胜 五百多人 面佛往生 是指这一句佛号活着走的 那当然 就是因为每天生活在这里 所以我相信一句佛号 就可以带领我 那我的寿命跟时间都有限 所以很晚才学佛 所以这件事情目前是唯一的一件事 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我知道做起来 我自己感受就很难 因为每天有在生活中 老师自己要精进 那就为众生做一些让自己不能懈怠的事 这是我大概学佛到现在的前段的分享 请法师 请陈德法师给你提交 谢谢 带用大家时间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慧琪园长 陈德的声音有回音吗 没有 可以 刚刚 园长讲了说 也没有回音 没有 好 这个园长都说 自己比较晚 其实 这个时空是假的 最重要是真心 是珍惜的心 那 我们说 如瓶都保 那这样学佛 很快就能提升了 那当然 师父领境们 修行还是要靠个人 所以 园长很珍惜 遇到佛法 遇到我们 老和尚 那当然 老和尚指导我们 念佛要分秒必争 所以佛号不要中断 那 园长的方法就是 随时可以提醒自己要念佛 院子里面也有 那个房间 这些地方 这个都要靠自己 有一些 做法来提醒自己 当然他也 平等 爱护 连那个兔子 都有佛号可以听 因为我们这个佛 这个法门 这个 我们这个法门是 上道等觉菩萨 六道地狱众生 平等成佛的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畜生道的众生 也一样他跟我们有缘了 也要尽力帮助他们 那这个黄念老说的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出不离手 所以这些都是具体 怎么提醒我们 怎么提醒我们佛号不要中断 这方法 甚至于在境界当中 要提醒自己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不要忘了念佛 谁忙 谁闲 不离弥陀 名号 顺境 逆境 佛望 往生 西方 静缘 无好丑 佛号 一少过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都是阿弥陀佛 这就平等了 不要去分别执着 生烦恼了 当然他刚刚也提到 这个法门 最重要的 修行的中药 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那发菩提心 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 是愿度 现在这个园长是 从两三岁开始度 这个园长他所在的地方 是很多国家的下一代 所以那些小朋友里面 应该也有其他国度的小朋友 有吗 你看 这个把阿弥陀佛 把佛法向外传播 还有他们是 都是吃素的 他整个园都是吃素 跟家长沟通 家长也都很欢喜接受 当然是因为应该是 他们的饭菜好吃 孩子都吃得白白胖胖的 所以这要演出来 家长就欢喜接受 大家刚刚看照片都远远的吧 我们从事教育 都要掌握一些机会教育点 我们常探讨到老二上给我们讲的 儒家三宝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这个做之师里面 要掌握机会教育 而且呢 是要沉船道统 越小教越好沉船道统 培养民族的栋梁 这是做之师 所以刚刚 园长有提到 比方说圣诞节 有办活动 你看 在这些机会点 去尊重不同的宗教 认识不同的宗教 因为 这也是老和尚开出了 旧事的良方 四种关系处好 这个世界能重新走回和平 所以我们虽然是净土违规 活在这个世界一天 总要为众生 为正法 多做一些事情 为世界和平 尽一份心力 那老和尚这个 要方开出来了 我们师子为己志 宗教与宗教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国家与国家 说不定这42个孩子 以后还有做国家领导人 不同国度的 是吧 他们都是同学 曾经一起去农禅室念阿弥陀佛 这个说不定 他们以后福报很大的话 你看老儿上都强调了 办宗教大学 他们都是同学 以后就互相尊重 互相帮助 那这个拉回来办幽儿园也是这个样子 农禅室建筑非常有特色 是这个法谷山 圣年法师创立 这个法谷山 那老和尚也常讲 佛寺本身就是一个 博物馆 就是一个教学的地点 你看门 这个慈悲门 这些本身都可以 是一个教学的点 包含还讲这个 谭山藏取经 这个让他们从小就扎 恭敬三宝 奉仕师长 这个三宝 佛法身 对佛像恭敬 对法宝珍惜 知道法宝怎么来的 当然进一步具体 那这个 有经典所在的地方 金刚经说的 极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我们像弟子一样尊重 有佛经的地方就有佛 那我们能用盖金布 把它盖在上面 这样灰尘 就不会掉到 这个金书上面 你看都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那孩子每天就在这种氛围里面熏悉 是吧 他看到盖金布就是恭敬经典 就像我们有机缘 到了老和尚的摄影棚 我们都会得到启示的 什么叫上报事重恩 父母恩 老和尚母亲的照片 挂在上面 那父亲是找不到了 没有照片 那老师 三位老师 包含下邻居老居士 黄令族老居士 老人家也是 沉船会起本 所以都以他们为师 包含 这几年才找到 舟帮到校长的照片 一拿到 老人家马上交代 赶快挂到摄影棚 不忘这些老师的恩德 当然 老儿上每次提到 舟 校长 他们夫妻 哇 那对自己的学生 真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看当时候 对峙抗战 那救济频道 自己的学生先分 分完了 自己的孩子没得分 有剩下的才有 我听老汉讲一句 印象特别深 我们这些老师 对我们的影响 超过父母 这个对我们从事教育的人 可是很震撼的一句话 你看老师的身教 能让学生感动到 影响他一辈子 这个真的 师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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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子之命也 这个老师 对学生一生的影响 很大 这个是父母恩 师长恩 还有护法恩 他劝发菩提心文 我们 净土中 这个修行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菩提心呢 也是念恩的心 我们念恩就去报恩了 就会依教奉行 所以这个全发菩提心文 念本师恩 念父母恩 念师长恩 念师祖恩 这个也算念护法恩 都在里面了 还有念众生的恩 这个牢上供很多牌位 对他有恩德的众生 甚至是毁谤 污辱他 他觉得对他都有恩 帮他消业障 我们过去生三恶道的恶业 就是因为这个缘分 他清净我们 心事罪业 即会消灭 所以我们要感恩 毁谤侮辱我们的人 还有国家恩 像在英国 当时候是英女王 还有他们的首相 现在应该要换成国王 我们在马来西亚 老和尚也放 放他们的国王 放首相 现在是安华首相 都是以身作则 让我们看到 上报是从恩 还有全世界 所有国家的国企 回向给全世界的众生 要夏季三独苦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机会点要掌握住 包含刚刚提到 恭敬三宝 在佛事里看到很多法师 很恭敬给他们 阿弥陀佛 所以 月小 种这些善根 对孩子一生的帮助 非常大 还有脱钵 好 看看这四个 四十二个孩子以后 有没有出家的姻缘 还有为世界祈福 福田靠新根 让小孩从小 他就不是只想自己 能想什么 能为天下来着想 你看我们的经书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古人 他一讲到 这些义礼的时候 这是以天下为怀的 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 所以我们的民主传那么久 也都是祖宗的星亮 在辟应我们 也是在指导我们 当然我们学无量寿经 我们的星亮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也是我们学第六品的重点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一切皆臣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心愿 这我们接下来第七品 的经文就提到了 好 好 那这个世界动荡 不安 最近 越来越明显 最近战争 频率比较高 印光祖师在上海曾经主持过 不活习斋法会 那个教诲很精彩 大家有机会可以学习 这是大势之菩萨 经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 净土 指导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尤其强调 现在供业太强 要靠念佛的力量 来化解战争 化解灾难 所以孩子们肯为世界祈福 我们进一步让他们 知道 欲知世上刀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生 原来战争的鹰是吃了众生肉 孩子就会很愿意吃书 他不愿意战争 而且帮忙消除战争 念佛的力量非常大 我们都一起尽这个心 透过种种姻缘 唤醒这些孩子们的 慈悲心 责任心 这都是机会教育点 战争也是一个机会教育点 好 那这个 园长刚刚提到 台湾是宝岛 这些孩子们念佛的力量 一定会让宝岛的业力 更消除 我们也要更努力 台湾成就的人 确实是不少 光是李秉兰老师 听他老人家讲经教学 应该有五十万人 那时候 李老的学生开玩笑说 李老假如选台中市长 我选上了 所以李老教化往生的人就非常多 还有很多出家在家 这些善知识都在教化 老和尚在台湾也待了三十多年 之后才走向世界各地 而且还有一点 台湾 既往世界的法宝量非常大 这个法供养也是做得很用心 好 这个我们台湾的同胞们 大家一起努力共勉 我们从因缘法来看 我们 熏习传统化的因缘 算相当殊胜的 那我们不能白糟蹋的这些 因缘福报 我们得把他把这有一份光要发一份光 你看我从小三代同堂啊 这个是在台湾的一个因缘福报当中啊 包含念初中高中的时候可以念论语啊 中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啊 你没有这些因缘 熏习不到这一些经典啊 所以照因缘来讲呢 传统文化复兴啊 我们台湾同胞要是火车头 所以随喜我们这个园长 惠喜园长他做火车头了 尤其是幼儿园这个领域啊 他真的是火车头了 好 看看有没有机缘啊 这个我有点忙不过来啊 好 不然我点识是不少 是吗 比方在我们台湾办一个 幼儿园的论坛 这个传统文化怎么落实在幼儿园 那我在哪一个地方办课程呢 你除了用讲的以外 还可以参访 哇 这个力道就大了 是吧 你不只是讲而已 实际的你看 做的一些样板 好 我们再来促成 因为这个越小 教育越重要 好 这个老和尚在台湾 有成立自善教育基金会 专门办传统文化的课程 园长我们是不是那时候认识的啊 办课程的时候认识的啊 那老和尚也跟成功大学中文系签约 在中文系里面培养朔博生 而且他们专攻汉学 那也有二三十个朔博生 也都有差不多要毕业的 所以英国有汉学院 台湾有这个中文汉学组 这些年轻人以后都要出来 弘扬汉学的 所以这个自善基金会 就在台湾就专门在推 传统文化这一块 我们再好好努力 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 来交流 好 谢谢园长 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接下来 刚刚讲到 马来西亚的国王跟首相 是不是请我们郑彦宁老师来分享一下 我一说分享 现在好像不是很多人敢打开镜头 他被我点赢 非常抱歉 首先因为你要先跟法师 致歉 因为今天是进来了 所以没听到 说马来西亚的国王和首相 就到什么时期了 没事 就因为上一堂课也听到 法师说 就让每个国家的代表 发言 那燕宁其实今天呢 也是有一点心 还是不是很定的 因为也是匆匆忙忙 今天一整天都在 就是整理的家里 因为家里刚装修 然后就现在在大扫厨 这样 然后今天其实大扫厨的时候 因为灰尘很多嘛 也大扫厨了好多天 但大扫厨的当儿 其实一直就想到了 这个周立盘特 扫厨除够的这个佛姐故事 就感觉到 在跟着法师学习了这么多年 然后还是没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个成够 扫厨除 还是很多很多的 还是 以前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发现到 自己原来是那么多的 这个毛病 然后因为法师有一项作业嘛 每周教这个学习体会 那每一周 再看来就发现到自己 好像每一周都在欺骗法师 因为都一直说要把他改了 可是在近年出现的时候 那个 那个 习气啊 真的是强者先天 那习气就先来了 所以 都没把自己的心念守护好 这个 我们的师父上人都常常说 就是引用方东美教授的那一句话 就是因为方东美教授的这一句话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这个享受 那 那 耶宁在学佛的当 学佛那么多年 学传统文化那么多年 还没真正的体会到 这一句话的 这个 就是说 还没真正的享受到 这个人生的最高享受 所以 因为自己 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气还在 还在 困扰着耶宁 所以 还是要再继续的努力 一定要 学这个周历盘特这样 把心中的这个成功啊 慢慢的把它 扫除掉 然后 其实 这一两年来 耶宁都一直在学习着 孔老夫子的这个中树之道 和这个用这个菩萨士德 来来修正自己的这个五颗心 只是 还是非常的 惭愧 夜学就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个 成功啊 这个习气啊 真的是太严重了 一天下来 太多次的 让这个习气 给牵引了 所以 还是需要 再继续 继续的 努力 学佛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还没感受到 可是呢 念佛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 耶宁就 有感受到了 尤其是 最近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那个 那个 体验 因为 前一阵子呢 耶宁就 伤风咳嗽了 挺严重的伤风咳嗽 因为一整天下来 那个鼻子是 鼓塞着的 完全是 呼吸不到的 需要张开嘴巴 这样的呼吸 是很辛苦 那一天的晚上 耶宁也是 因为完全是不能躺着了 躺下来的 完全不能 那耶宁是打 有那个心理准备了 今天晚上 是不需要睡觉了 念佛吧 因为一整天 那个佛 那个技术器也是 一直拿在身边 可是念了一整天的佛 其实 那一天 晚上半夜的时候 两点多 还是睡不着 还在念佛 突然间 就 一句话 就是主持大德的 那一句话 口念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喊破 呼咙 也枉然 就飘进 夜宁的脑海中 就 突然间就感觉到 是 真糟糕 就是因为自己 在念佛的时候 还在想着 哎呀 我的鼻子 这几时能痛呢 我的身体怎么 几时不会痠痛呢 因为那天发烧嘛 那前身是很痠痛 很辛苦的 那我头也痛 那头怎么不痛呢 就一直一面念 一面在想 这个 这一句话 出现在满好中的时候 那夜宁就告诉自己 不能 我必须要潜心潜意的念佛 完全不想 当时夜宁就完全的把 自己的身体的病痛就放下了 就不想 完全不想 他就念 很专心 很潜意的念 念不到十声 应该不到十声 因为夜宁也没去记 只是很短的时间 夜宁的鼻子 突然间就痛了 整个人就感觉到好像 还没痛之前 就好像有一道佛光 不是佛光 一个很光亮的那个事情 就抚摸了夜宁的身体 然后鼻子就痛了 整个身体也 头脑也很清爽了 整个人都很清爽 就 夜宁就躺了下来 没几下 就睡着了 睡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鼻子还是痛的 直到下午的时候 那鼻子又在开始 鼻子又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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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个 这个感受 让夜宁到 让您感受到 念佛 真的是不可思议 只有 诚心诚意 全心全意的 去念的话 一定有不可思议的 这个感应 这是燕灵 这个念佛的经历 就分享给大家 那 接下来的 这个日子 那燕灵就要实时的提起 这个佛 很多时候 在顺境当中 念佛 我们常常会有妄想 就好像当时 一名是身体 有这一个痛苦了 所以说 哎呀 这些东西都放下 专心全意的念 哎 可以做到 那身体康复了 过后呢 就在念佛的时候 哎 那个 妄念 又是纷飞了 所以 愿您还是要 慢慢的 把自己的心 静下来 好好的 念佛 好好的享受 念佛的这个最高享受 愿您的分享就到这里 阿弥陀佛 好 谢谢 曾奕宁老师的分享 辛苦了 他们家最近在装修 很难得 他把家要拿出来办学 所以在 在 井楼秘谷 在做准备 好 那 这个 我们马来西亚同修啊 他们 参与这个 宏富人才扎根班呢 超过三年半的时间了 我们一开始是一个 一个星期一次 他们的新的报告写了 一百八十多期了 每个礼拜他们都写 我是挺佩服他们的 常常都在 沉淀 都在做反省 这特别可贵 很有恒星 那 他刚刚也提到说 这个要改习气 但是 好像都还不能改掉 这个着急不来 而且 这个下连修祷就是说 要不记成败 我们一直想改 没有改掉 那已经过去了 不要放在心里面纠结 哎呀我怎么改那么多事啊 改那么久还改不了啊 这样会生烦恼 甚至会让自己也没信心的 不记成败 不顾生死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 要有这样的决心啊 去对峙 宁肯碎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终不忘失这句万德鸿鸣 好 所以 不要气馁 也不要没信心 还要有 万夫 一夫当官 万夫莫底 这个 死都不怕的决心 去突破习气 好 那这个 郑老师也是 心中都有 佛法 扫地的时候 就想到 扫尘除够 这道也者 不可虚于理也 随时在境界当中 要提得起佛号 提得起 佛的教诲 这样我们就容易是 正念 保持 不会 妄念 邪念 上来 包含刚刚 提到说 自己 鼻塞 晚上 挺辛苦的 突然想到了 口令 弥陀 心善乱 喊破喉咙 也往 这是 古德的 焦躁 那我们 还要注意到 念佛 不能夹杂 这些妄念 要不夹杂 不怀疑 不间断 这样来念 敬念 相继 不夹杂 不怀疑 这才是敬念 果然 果然 你看 没有夹杂 妄念 那个念佛的力道 力量就不一样 鼻子就通了 好 大家听完这个事例 下一次鼻子不通的时候 赶快念通 赶快念通 你又夹了一个 赶快念通 我们听 这些例子 增加我们的信心 但是不可以着相 好 他有反思到 哎呀 自己一天 有 不少这个 这个忘念 习气起来了 一天里面呢 万静交集 所以 起这些 都很正常 没有很多 就已经是 很不简单 那他也很 用心在练 来练中数 这道 中数啊 跟真心相应 中数 违照不远 中数是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印光大师 有一段法语 很重要 念佛之人 必须 世事 长存 中数 世事 是每件事 都要提起来 不能 这一件 我想提 那一件 我不想提 不行 心心 提防 过千 心心的意思 就是 你随时 随地 要 关心 不怕 念起 只怕 觉知 知过 必改 见 意 必 为 方 与 佛 同 这样心才跟佛相应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所以练中数 跟往生有没有关系 很有关系 得练 所以是心去做佛 这个心还是要练真心 要练 要练菩萨 事得 要是菩萨心肠 要随缘 妙用 妙在哪 自受用 他受用 自受用是觉悟 不随顺烦恼 他受用是慈悲 都是要用真心 去对应每一个静缘 这个五星 真诚清静平等 正觉慈悲 不可 虚于理也 好 现在 这个 北半球是冬天 其实 马来西亚 也是 这个时候比较冷 不知道 郑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 连赤道这个地方 还是有 四季 他其实比较不明显而已 所以在这个 北半球冬季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大家照顾好 这个学佛 也要从 这个地方下手 不能让 父母 家人操心 看这个郑老师 脸越来越红润 可能是消了业障 还是这几天干活 我干的太辛苦了 脸都红了 这个好好念佛 好好为佛法为众生 这个气色都能变红润 好 谢谢 郑老师 我看我们 各个地方的代表 好像都有代表了 有没有还有愿意分享的 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欢迎我们丽丽学长 阿弥陀佛 感恩尊敬的 尊敬的 陈德法师 尊敬的学长 大家好 六十几乡 墨学 也不可以说是分享 因为自己修的真的不好 也影响不了他人 但是呢 墨学就从身边的人 去慢慢的去跟他们有一点点的感应 在这里墨学 缘起就是 就是金钟学会在英国 做这个汉学院的时候 就是缘起 就有这个机会呀 能得到得见诗文 有这么殊胜的机缘 碰到遇见了老法师 还有遇见了陈德法师 非常的殊胜的机缘 就从那个时候起 恩师上人的一身叫言行啊 就是墨学看在眼中 就一直都在鼓励着墨学 就像老法师说的 一定要听话 老实真干 所以从那个时候墨学就 这个话说起来很长 因为墨学小的时候呢 墨学的奶奶从小呢 就抱到那个观音寺里面 在墨学是中国的 南方人是广州人啊 那咱们的乡下里面呢 有一个乡村叫顺德 那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寺庙 就是观音寺 那个观音寺里面呢 真的是极难恐怖的人去求啊 都得到有灵感 那都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墨学的奶奶 墨学一岁的时候呢 就把墨学带到那里 就许愿了给观音菩萨 然后奶奶就跟墨学说 她说 她说 妮妮啊 你在家里呢 就叫妈妈做妈妈好吧 但是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念着观音娘娘 你就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 你就叫她娘娘 观音娘娘 所以墨学从小到大 一直到碰到老法师 55岁 差不多55岁的时候 才碰到了尊敬的恩师上人 还有成的法师 他们都一起来英国 办这个汉学院 那个时候碰到师父上人 他的身教隐形呢 就对墨学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看到老恩师啊 每一天早上咱们出去啊 或者去什么地方啊 都是鞠躬和首 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 那个笑容啊 真的很难忘记 所以这个深深的打动了墨学 我说 金钟这一边 听妈妈说过 因为妈妈20多年前 以及在美国 老法师去美国 就金山的时候也是皈依了 金钟学会 听他讲过 也听过老法师说的经文 但是呢 亲眼看到老法师以后呢 就给这个深深的打动了 我说为什么净土中的人这么慈长 这么的慈悲 这么的游和 这么的直直 对每一个人 年墨学是谁 谁都不知道 但是老法师看到墨学都是 第一句就是和掌阿弥陀佛 就是每一个法师都是这样 这么友好 那么墨学说 我觉得这个法人啊 这么恭敬啊 这么对每一个礼敬诸佛 这么恭敬啊 我说我也要立心来学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立下了心 还有墨学也是非常的感恩 成的法师 成的法师 回去以后呢 就出家了 出家以后呢 回到英国汉学院这边来了 第一次墨学也有机会 跟成的法师见面了 成的法师就以诗字为子继 就也墨学也得到了一个 非常的殊胜的基点了 成的法师就是送给墨学呢 一个就是从恩师上人主讲的 净土大经 解演义 所以这个也是视频 所以墨学呢 就算听了就没有 没有一粒耳根 这个这个善根了 但是墨学如果送了这个视频给墨学呢 墨学随时可以打开 可以跟着 老法师说新讲法 听这个描解这个大经里面的所有的四十八院 还有整部大经都讲解的非常非常的完完全全 非常的殊胜 所以墨学学到四十八院了以后 听到了以后 真的是 真的是 怎么说 真的是 切心 那个切愿心啊 真的是 非常的 感同身受 特别读到二十五院的时候 天人礼敬愿 自己就觉得 这一句深深的打动了墨学的心 墨学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这一生啊 就是 前一生修不成 去不了极乐世界 这一生也来了 真的是 跟二十五院 这个 以清静心修菩萨看了 诺文广名 受终之后生尊贵家 这一生 真的生到了尊贵家 而墨学觉得这个尊贵家 就像成的法师 在说法的时候说 这一个尊贵家 那不是大富大贵 有钱的人家 这一个家 就是咱们有德行 有教育 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家 这个就是尊贵的家 不是大富大贵的 当然也要温饱了 因为你吃饱了 有时间 有这么殊胜的机缘 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修行 所以看到了这一句以后 墨学就觉得 也悟到了自己 原来自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一生 有机会遇到了老法师 有机会遇到了成的法师 为什么我自己不好的认真的去学 所以就从此以后就 就是一步无量收经 一句佛号 因为碰到老法师的时候 老法师就说 有一次咱们出去 老法师就坐在墨学的车的旁边 一起出去 老法师就一直弹着手在那里 墨学知道一定是肯定是面佛了 就是很少作声 很少说话 就是很安静的在那里 有时候是看一看风景 然后老法师就 就很慈悲的 就下车的时候就跟墨学说 他说年纪大的 就一句阿弥陀佛 一步无量收经 就可以了 那墨学那个时候 就觉得一步无量收经 无量收经以前读的是用广东话来读的 现在要转到国语里面去读啊 真的是 那个就是自己的习气 还有习惯了 真的是一下子改不过来 但是也有这个机缘啊 有一位统修就说 莉莉师兄你能不能帮忙一下 带一下这个无量收经的早课 墨学一听 真的自己也不良力而为啊 不良力而为 就一口就答应了 就是直下承担说好 然后那个晚上就一直就用 就是练习一下了 那就是这么熬出来 但是越读越发喜充满 真的是 越读越开心 人越快乐 家里的人呢 家里的人也从 就是 爸爸从小的时候就说了 就说能吃的苦的人才是方式忍上人了 那这一句啦 墨学跟 智的先生说啦 智的先生是英国人 然后他就说 哎 他说能吃的苦 才是方向忍上人 但是在咱们西方里面 也说呢 能吃的苦的人呢 就是不打不把自己当成人了 嗯啊 在一开始的时候 墨学学佛的时候 他有讲过这一句话 嗯 但是墨学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跟西方的 有一点点出入 有一点点不同 我说你看啊 就好像我 我就自己用 用我自己的身教啊 我自己以身作者去赶快他们 就好像他们不愿做的事情 啊 墨学自己去赶 那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看到了以后呢 啊 就觉得哎 你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真的是教得出来的人 真的是啊 就是科技副理啊 就是真正的啊 有一个教养的人啊 这样子他们慢慢慢慢呢 啊 就就有也是跟着传统文化这边转 啊 所以佛法里面啊 也是一样啊 跟咱们日常生活里面呢 啊 全部的啊 处世代人啊 什么都是一样啊 在家里能吃的苦中苦啊 在佛法里面呢 也要能得到一二三人 就是无量寿金里面的四十八院 最后一个啊 又要获得要获得这一个一二三人呢 啊 不退转 那方可以才行啊 这一生才可以成就 啊 所以啊 现在家人呢 都会去帮助墨学啊 都支持墨学去学博 嗯 还有啊 母亲啊 这一次墨学说的太长了 我怕 其他的人没有时间 其他的师兄去分享 那墨学就说到这里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啊 感恩大家 感恩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好 谢谢 莉莉居士啊 感恩 啊 我们 这个学佛啊 啊 啊 应光祖师啊 老和尚特别强调啊 要敦伦敬奋 哦 一定是从 啊 家庭当中啊 做起 啊 你近的地方都不能感动呢 啊 就 比较难说去感动更远的人 哦 哦 而且 啊 这个 啊 我们 学了之后啊 有所改变啊 因为家里人对我们是最 清楚的 哦 所以我们有改变了 啊 他们特别有感受 啊 我们说正己化人 啊 自己做好 就能感动 身边的人 哦 哦 哦 那 这个 别人不愿意做的啊 我们就好好去做啊 啊 就像无量寿经说的 这个 这个会立群生 志愿如眷 忍立成就 一切法则成于忍 哦 而且这个忍不是 带有目的性的人 是无求啊 啊 纵使别人不理解 也不难受 人不知而不韵 啊 不亦君子乎 哦 哦 那我们 有机会啊 亲近老和尚 这是一个难得的原因 哦 当然我 讲到这里 没有亲自见过老和尚的 不要马上 好像心里难受啊 这个就 情子 起作用 哦 其实 陈德 听老和尚讲经 也是听很多年之后 才有机会 跟着老和尚做事情 但是前面那些年 我也没想说 要去找谁来见一下老和尚 我我没有起过这个念头 哈哈哈 嗯 嗯 当时候只是觉得老和尚把道理都讲得那么清楚啊 太难得了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 所以有机会就想介绍给别人 包含就是说自己能在自己的工作 啊 啊 处事当中啊 啊 可以把它用出来 哦 这样才能体会佛法 啊 管用嘛 哦 哦 所以 嗯 不知道啊 哎 后来就有这个语言呢 刚好去海口 啊 才才开始 啊 跟着老和尚啊 做事情 哦 但是前面那几年 虽然没有见到老和尚啊 哎 但是 感觉啊 这个时空啊 不是距离 哦 你看先 当初一有空就听老和尚讲 今天老和尚就在我们身边呢 哦 尤其有一个态度就是当机者 哎 老和尚这段话讲给我听的 哦 那 那个受用啊就非常大了 哦 哦 那 我们刚好有机会 接触到老和尚的时候啊 那 啊 比方说我们进去摄影棚听经 啊 都会很明显感觉 啊 都在讲给我们听了 老和尚应该是关机啊 来射受我们 哦 所以刚刚这个 利利居士有提到 啊 老和尚下车了就讲了 年纪大的人了 哦 哦 就一句佛号啊 啊 一部无量寿经 这个就是当机了 讲给在场 哦 有年纪的人啊 秋冬的人 哦 哦 就要 珍惜啊 老和尚对我们应激的教诲 哦 而且老和尚说你把无量寿经啊 从头到尾念一部啊 念一遍呢就是一切诸佛啊 给你灌顶一次的啊 啊 身灌顶皆受菩提计 哦 所以能遇之故经 是很大的福报 哦 若闻诗经 信要受此的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哦 我们又能受此的 哦 哦 然后好好去落实 啊 谁欲所愿 皆可得度 哦 这是 广大圆满 简易直结 方便就敬 第一期有难逢法宝 好 那也随喜啊 我们历历居士啊 他们 啊 几个 同 同 这个义工啊 都 在带这个 是 这个9775 啊 我们英国时间早上的一个无量寿经读诵 欢迎大家可以多参与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好 那 我们分享交流 先到这里一下 哦 好 我们进入 下一篇经文 好 我们来读诵一下 好 这个 好 佛告阿难 我说 好 说辞 好 说辞 愿以啊 就是把四十八愿 好 跟大众 宣讲完了 好 然后 接下来有五言的祭寿 我们看了第一首 我见超市智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整绝 见了超市之自然 因为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就说了 我立誓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宁可得佛 所以极乐世界是超胜一切诸佛的国度 那我们去极乐世界 也是要庄严西方极乐世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现在就可以庄严极乐世界了 我们现在 依无量寿经来修行 这是庄严至深 庄严弥陀地址 我们是弥陀地址 我们现在受识无量寿经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址 是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的第一地址 所以我们好好依教奉行 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那这样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脸上贴清 这是庄严自身 庄严阿弥陀佛 也是庄严极乐世界 当下就可以去落实了 那我们得每天好好休息 不然每天 这个没有修一点功德 那这个回向文念的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腊月十五已经过了 这是一种佛菩萨 互念我们精进的手段 不能十五过了 念佛的数目 这样的很低 应该保持甚至增加 这个才对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则退 真的能坚持 养成习惯 就很容易提起来的 好 这个必至无上道 一定达到臣佛 人的志气 这个是论语说的 三君可夺帅也 体肤不可脱其志也 所以人这个志向 这个 所谓金刚飞奸 愿力最奸 你那个志愿不退 任何境界都 没有办法障碍我们 所以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不再去投胎了 不受后有了 这个志向 我们要发出来了 那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整绝 这个愿是48愿的 那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节了 所以代表每一个愿 都已经圆了 因圆了 果就满了 所以已经成佛十节了 下面经文 因为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首先第一个目标 就是学到阿弥陀佛的纯心 你看他发愿的 慈悲 他去成就极乐世界的 决心恒心毅力 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 接下来的经文说 富为大施主 辅迹诸穷苦 令笔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 阿弥陀佛成了大施主 那一讲到不施 有财施法施 无畏不施 那阿弥陀佛这三点都做得很圆满 首先他不施的对象很圆满 上到等觉菩萨 下到地狱众生 平等的不施 那财不施呢 他建造了极乐世界 欢迎我们去享受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施一得一 施死得死 那是最美好的环境 这个 无有众苦诸难恶趣磨脑之名 亦如事实寒暑于敏之意 所以这个环境很好 这个是财不施 其宝流离 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你看多好 再来是法不施 六成说法 不止佛说法 无萨说法 同参道永说法 连树也说法 鸟也说法 当然这个鸟都是阿弥陀佛 他的愿力变化所作 还有水也说法 还有风也说法 六成都在说法 当然我们是办幽园 能够到六成都说法 极乐世界的理念 能不能用到自己的家庭 学校 团体里面 这个是做得到的 我们传统的佛门建筑 你要进三门 叫不恶法门 就在提醒我们 不要分别了 才入的不恶法门 你看到天王殿 每一尊竹善天王 都在说法 都在启发我们 这个是做得到的 我们好好积累 常常听老大上讲经 老大上讲的理跟事 都要存在我们的 Database里面 资料库 不要输到用纸放恨少 我曾经读过 应该是《真观正要》吧 专门记载《真观之志》的 里面有提到唐太宗 跟他的孩子 一天相处的一些情境 一开始早上吃饭 这唐太宗问孩子 你知道米吗 你看米有没有在说法 除和日当午 汉地和下土 谁知盘宗孙 历历皆清苦安 你看他这个当父亲的 还信手拈来 都是教材 他首先他自己要觉得六成 在给他说法 他没有这样的心境 他也开启不出来 好 这个要出门了 坐马 你知道马吗 马你要善待他 你不善待他 他会跑掉 这个 在孔子家瑜里面 就有提到了 当时候国君 就是他们一起看一个 这个 很会驾马的人 表演 结果 看完之后 这个言回说 他的马会跑掉 当时候人家一定觉得 人家技术这么好 你是不是有点嫉妒啊 结果 过没几天 马真的跑掉了 就觉得 哇 这个言回太厉害了 因为他观察 这个 驾马的人 都把马的力量 用到 急促了 透支他的身体 所以他受不了 就会跑掉了 所以要善待 马 那还经过 又看到树 又告诉孩子 你知道树吗 这个木头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木头是直直的 非常直 都没有弯的 一般的树啊 树枝还是会会有一点弯曲的 所以一般木头要怎么锯啊 用神墨 一弹 然后再锯下来 非常直的 他叫木受神则直 后受剑则圣 你是当君王的人 你就是劝剑 你才能成为圣王 你看看到木头 就想到 你看都要 那个那个神墨 他才能切的纸 人就要听别人劝 尤其你要听这些大臣的劝 你才能成为圣王 后来又要搭船了 你知道 舟吗 知道船吗 这个舟好比君王 水好比人民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你可不能 虐待了人民 不然下场可不好 你看他 他能够在一天 孩子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情境 都可以去引导孩子 那时候都有六成说法 味噪了 那个佛门就特别强调这种表法 灯 代表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供果 是提醒了什么都是因果 要收获这个果 一定要种因 要供水 水是平的 平等 水是清净的 都有这些表法 所以当老师的假如 这个教室的布置里 都有这一些 很善巧的用心在里面 那这个 教室跟学校的环境 都可以启发学生 这是法布施 再来 无微布施 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 人 常常会恐惧 恐惧什么 我会不会生病 我还能活多久 我感觉我过了中秋之后 常常会冒这个念头 以前都很少冒这个念头 随着年纪长大 有一点 敏感了 最近周围 认识的人 走的人 真的不少 所以这个天如禅师 说了 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我们见到这个生死 对我们就是一种鞭策 生命有多长 生命在呼吸之间 所以淡念无常 甚物放逸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缠 愈何待呼 结果我们往生无量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先安我们的心 来了就无量寿了 不会死了 你就没有这个生死的担忧了 好 而且 金刚不坏生 还有六种神通 一念穷 骗游十方佛火 假如没有这些配套了 还得要在那里烦恼了 要坐什么飞机 要飞多久 是吧 这个都不用了 这个是 往生之后 神通能力 几乎跟等觉不上 差不多 这个是无微不失的 好 所以 阿弥陀佛真的是 大师大师主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要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阿弥陀佛不能口念弥陀心善论 这样心不夹杂不怀疑才能相应 我们在讲 普贤 德尊普贤第二 我们就强调 要跟普贤行相应 其实普贤行打开来就是四十八月 普贤行就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 行仪 所以都要跟真心相应 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 那阿弥陀佛是大师主啊 如果我们很吝啬 那我们怎么追随他老人家 就像我们现在跟着老和尚学习 他老人家的法身设立常驻 那刚刚这个立地居士有提到了 见到老和尚 哪怕是第一次见的人 老和尚都是很恭敬和尚 很亲切的给人家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要学老和尚的法呢 我们的心啊要跟他老人家相应 很柔软 他所有见过他老人家的 有缘的众生 都很欢喜 都可以感觉到老和尚的慈悲 受受力 那我们现在跟他老人家学习 像他老人家了 我们现在每天要反省 像不像阿弥陀佛 像不像我们老和尚 能这么反省了 差距出来了 那不能吝啬了 要往这个大叔主的方向 迈进了 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还不能建造 一个极乐世界来满足众生 这种生活的需要 那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尽心尽力就是圆满 这就是佛法可爱的地方 这就是传统文化可爱的地方 论心 你是真心的 发意圆成 你尽力了很圆满 不是说你要外在的要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了凡世心那个两文钱的故事 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他虽然是两文钱他尽力了 那就很圆满了 所以不在多少 不在这个项上 了凡世心还教导我们 三轮体空 用清净心去布施 布施完了没有放在心上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思诸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净 则朵树可以种无牙之腹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大 真心的力量 好 所以啊 我们 读到这一句大施主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所以 想求生净土的人 我们应当将自己的福报 骗施一切众生 自己的生活节俭一点 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尽力去 布施众生 那这个真的是大福报 因为心 大福 心包太虚 那修大福道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 这是我们往生真正的保证 心去做佛 我们的心 现在都跟阿弥陀佛相应 跟大施主相应 好 当然大家听完这一段 骗施一切众生 骗施一切众生 好 今天就把你们家所有的钱拿去捐了 好 这个不要那么激动 首先 首先你要贞得你另一半的同意 你不能做了这个事 造成你家里的人生大烦恼 他们也是众生 而且他们是跟我们缘分比较静的众生 尽触不能感动 你不能及远走 而且修行要先敦伦敬奋 你连父母都没有安他的心了 然后就说要去安重身心 把全都捐出去了 你父母都睡不着觉了 不能一听一个执着 一句教诲很激动 激动本身也是执着 你没有执着的时候 身心是很清安的 你很激动的 就容易出现执着点 你看韩馆长步伐 他看女众捐的钱太多了 他问了 你先生知不知道这个事 对方假如摇头 那不行 这个我不能收 不然到时候造成你们家庭 分身那不行 佛法是要让众生得 得利益的 不是让他生烦恼的 不是让他生烦恼的 好 所以 我们 不能去要求家人 要求本身就是一种 贪 是我们带动 做得让他很欢喜吃素 很欢喜不思 这叫水灶取诚 不能着急 更不能控制要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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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老和尚进一步也提到了 好 好 我们过一般水平的物质生活 就好了 好 不要再奢侈了 好 不必在这个社会上 跟人家比面之 好 那就造罪业了 攀比 这个也是贪 甚至于 有傲慢了 我要把人家比过去 而且这个攀比 会给社会很不好的 风气的影响 所以我们 落入这个贡业攀比 我们不跟人家 比地位 比财富 比享受 我们不比这个 我们比 亲近心 平等心 跟人家比快乐 好 我们活得越来越快乐了 好 虽然是粗茶淡饭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跟人家比快乐 好 好 那我们心越来越清净了 来 清净心生智慧了 智慧可以解决世间的一切疑难杂症 我们自己得力了 还能去帮助众生 解决种种问题 智利利他 这个是人生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个跟地位没有关系 跟财富没有关系 孔子 研回 释迦摩尼佛 是我们的榜样 你看释迦摩尼佛 就每天脱波而言 三一一波 他也没有什么财富 但是他比谁都快乐了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 要 把物质享受放低 追求精神不断的提升 有法喜 好 法喜充满 身心健康 好 刚刚这个 郑老师说的 好一念佛鼻子就通了 好 这个 称明十极欲光死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佛光就铸造了 好 构灭善身 身意柔软 所有疾果 我莫不羞耻 一切忧恼莫不屑脱了 这个法喜充满 好 我们越来越快乐了 人家看了就很羡慕了 你就有为人也说的机会 好 老婆上讲到 我们 穿着整齐就好 吃呢 讲求卫生 够营养就好 不可以过分 时时刻刻念着呢 我们能省下一点了 众生就能得利益了 我们省下来啊 帮那个罪 穷苦 哎 吃不上饭的人 我们去帮他 哎呀我听说 伦敦呢 啊 我们有同学 到伦敦去玩呢 真的看到吃不上饭的人 你 再发达的大都市啊 有人吃不上饭 那我们有这个缘呢 你要尽力去帮忙 包含 可能伦敦有慈善团体啊 我们可以帮忙联系啊 遇到了就是我们的缘 我们尽力 去尽点心就对了 好 好 啊 当然老上 啊 他提到哎 我们省下一些众生能得利了 好 老上马上就地取材了 好 比方说这个经本呢 每一本美金一块钱 啊 我们省一块钱呢 这个世间就多了一本无量寿经了 可能就多度了一个众生了 好 我们能长存这样的心呢 哎 福报就大了 啊 跟弥陀的本愿呢 就相应了 哎 我当时候啊 21年前到了海口啊 当时候一本地址归是一块人民币 哦 所以我每一次想到啊 一块就可以 印一本哦 真的 吃啊 用啊 都比较省 好 我现在有退转 啊 现在看到老上这一段很惭愧啊 出发心成佛友谊 好 要赶快 好 这个这个落实啊 老上这个经教 啊 啊 我们生活想用啊 减一点 好 众生就能得利啊 哦 好 所以我们想报佛恩呢 啊 回向祭天天念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读苦 好 每天都念呢 假如我们没有去做啊 好 这个念啊 每天都这么念 自己心里想想也觉得过意不去啊 好 骗自己 骗别人 还骗佛菩萨 哦 那是怎么可以啊 哦 哦 这个 下祭三读苦 上报四重恩 啊 是真心念出来的 哦 余诸众生 先示弱自己啦 真正啊 存这个心 啊 有这个念头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节俭一点 哦 就帮助众生啊 或者印经书 哦 哦 哦 那老上 当时候是九四年啊 提到了 啊 印录音带 录影带 哦 那现在印这个 哦 把 要 跟得上时代 什么 你现在去印这个东西 人家不用了 哦 哦 所以现在要印什么 那经本还是可以印的哦 哦 不过呢 经本你要看情况啊 印太多了 你还一直印啊 那就没有 观察客观状况 哦 我有一次在 金钟学会啊 看到好几箱书啊 就是 人家拿 在家里清出来啊 法宝太多了 打算去 就回收了 哇 你说那经书回收 太可惜了 哦 那我们刚好遇到了 给他 拿一些 我们能用得上的 赶快用了 那印经书啊 印法宝呢 也不能印过度了 哦 哎 现在可以多印啊 波经机啊 波经机啊 波经机很方便 哎 此方真教体啊 我们这个 这个说婆界 耳根最立啊 啊 你们有没有去测试过啊 你是边看电视边听呢 比较专注啊 还是 听音声 只听音声 哦 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哦 哎 哎 有时候你看 看影像的时候啊 容易联想到其他的影像 啊 听音声的时候 哎 只有音声很专注听 因为 你听音声的时候 没有字幕可以看啊 全神灌注听 你才能听清楚了 哦 所以我们 啊 做这些法宝 也能 观察现在的状况 啊 利益众生 好 包含 这个 这个多 培养呢 洪护人才 这个对我们现在啊 洪护政法 特别重要 哦 或者 好 多半的 一条龙的学校 从小交起 啊 真正的人才啊 都从小啊 哦 哦 好 所以我们园长这个 功德很大 哈哈 这个 天下有真教树啊 师有真人才 啊 这个教树之端呢 自屡相史 就是以前思俗的那些教学理念 哦 人才之臣呢 自儿童史 所以 所以 你不在儿童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做人做事啊 他以后要成才啊 很困难 鸡不可施啊 施不再来 嗯 嗯 好 所以老和尚九十岁 左右啊 特别强调的就是搬一条龙 而且搬一条龙啊 不是向上一条龙 那个教学要贯彻传统教学的理念 啊 那个读经的目的是什么 修定 啊 不让他打妄想 他读的越多妄想越少 啊 他修既定的功夫啊 那目标是什么 得根本志 般若无知 根本 啊 所以 一个人的天真保持的越绝 代表他污染的少 心地清净 他那个根本志就修得比较好 啊 你一个 四五岁的孩子 那个眼睛就飘来飘去 啊 古灵精怪呢 那就麻烦 这一点很重要哦 天真要 保持的久啊 你看我们刚刚看那些照片 那些孩子 多天真啊 像海绵一样 你给他教什么 他就他就接受什么了 然后他十几岁了 他心地清净了 再给他讲解经文 他就 这是后哲制 无所不知 他的悟性就会很高 当然大家不要听执着了 哇要十三四岁以上才能讲解了 你看 那个是比较深的经典 你平常 还是读过地止规 读过小阿语 你看他他在跑步了 你当然可以 哎 慢下来 不能着急 不从容 这随时都是机会教育 生活教育 有些都听 听执着了 都不能讲解 要到十五岁 那个年龄才能讲解的 所以听法都不简单 不能听执着啊 听偏的 所以有一本是专门是讲教育小孩的 春学纠儒 那个是以前非常教的非常好的私俗老师 他把他一生的领悟 把他一些教学的经验写下来 当然他也都是影经据典 很精辟的一部书 从事教育的啊 理计学习要学 这一部书啊 也一定要学 那生活教育 少少应对进退 你不教他生活教育啊 你只教他背书啊 这个药部呢 他变成书呆子了 要不呢 他会学的 很狂妄 他 他越读越多了 哎呀 老师也没有我读的多 是 我记得的 人家都不记得 他慢慢慢行就会起来 所以一定要先 啊 为什么 入则孝出则涕 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啊 侍奉父母 他才不会越学越傲慢啊 啊 这个才是开发他的信的 哦 而且我们不要小看 这种 生活礼仪的落实哦 你看一个 一个小朋友 从小他就 这个 沉则醒 昏则定 你看他一醒过来 首先想谁啊 想爸爸妈妈 我去看爸爸妈妈有没有休息好 哦 然后 他就 侍奉父母 慣喜 哎 晚上 他侍奉父母 休息 你看这些生活的细节啊 无形当中 就让他心上有父母 他是 自自然然 他就不会忘了父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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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这个 这些生活的礼节啊 要学啊 当然要多接触大自然 人 会启发人的悟性 好 好 那 这个一条龙的教学 一定要贯彻 传统这些理念哦 不是说你从幼儿园办到高中了 这样就能交出人才来哦 还是要 这些理念哦 包含老师的爱心 家庭的配合 哎 万法因缘深哦 你这些缘不能缺乏哦 家庭教育是根本哦 好 不然家长就觉得送到学校去了 就万事OK了 他就不配合了 这个也很难教得出来 所以你真正办学了 都知道教谁最重要 教家长最重要 不然 你你教的 他不配合了 那不是反反效果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也感谢今天我们几位忍者 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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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